UK60M黑鹰直升机 9日清晨出没屏东大鹏湾 搭载18名特战散兵 一早在基地内着装 但注意到了吗 带上的还有一双双挖鞋 这是黑鹰首次运载散兵执行海上跳伞训练 入水后必须立即脱离散距 独立求度200公尺游向机械点 用黑鹰直升机进行训练 就具有高度的战术弹性意义 中共在采取渗透作战的时候 那我军的空降部队 也可以实施反渗透的突袭 就是从共军的后方进行散将或击架 来瓦解中共的攻势 而为了强化不对称战力 据其中科院自行研制的 汉响无人机攻击载需系统 最快明年能交付近200架 目前已分批剥交给空军 扩大攻防一体作战部署 只是美台智库日前兵退后市井 中共最快很有可能 未来两年内就开始破坏台湾金融市场稳定 我就曾经提出要做台湾的国际金融的汉光演习 如果说我们的金融受到网络的攻击 那真的确实必须要加以防范 除了股市不凡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信心研发 或者是说全面都跌停板 或连续几天跌停板 那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些应对 人心防防或一些外资提领的一些状况 这些都其实都会在我们本期的一个金融兵推里面 必须得参考俄武汉中东局势 央行曾表示两岸若开战将执行外汇管制 面临挤兑 竞价波动 金融攻击等不确定情况 并推或许有助于未雨绸缪 TVBS新闻里国志楼婷婷看到不懂 字幕志愿者吩 fout 銀行 agen listen 吃 免